民众用一放券上电影院看电影可以折600元 今年一放券重出江湖 每份面额跟去年相同600元总计300万份 相较于去年多出25万份 同样用途能看电影到书店消费 券它是有限制啊都大额不好用 还是比较喜欢现金比较方便 被民众点名的动资券今年一样有 可以看球赛买运动用品 但比去年少一半只有200万份 另外农油券去年500万份 缩水城146万份 面额从250元提高到888元 搭配5倍券发送各大部会加码 今年还新增哀元券面额1000元 能在园明会认证的商店使用 不过第一波只有10万份 交通部也推出国旅券 同样1000元先发行120万份 可以购买旅行社卖的商品 另外还有好时券创生券 8种加码券合计超过1300万份 但是都要抽签 在9月下旬这10个或更多的这些加码券 你要勾选哪几个 然后来加入抽签 所以勾选是在同样一个平台 也不分说你是绑定数位或者是值本 有别于去年民众必须到各平台登记 今年将采单一平台登记 到官网预定或绑定5倍券之后 可以登记想要的加码券 各部会将陆续公布 抽奖时间跟名额 只是每个加码券名额都有限 抽签决定到时候又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记者杨士区王一仲台北报道